Hello大家好,我是杨子昭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三战组队攻略 今天是第二期,也就是控制篇 在进入控制篇之后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在三战这款游戏当中 主流的控制分别有哪些类 在此我从上书台列出了主要的控制 它分别包含哪些 在三战这款游戏当中 控制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也就是说当你能够控制住对方 让对方无法正常进行输出的时候 无形之中就增加了你自己可以输出的环境 而你能够做到我揍你 但是你却不能揍我的时候 那么胜利也就朝着你在疯狂的靠拢了 关于控制最需要提到的一个阵容 就是PK赛季的SP群攻 这个新群攻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在这里我要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新群攻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 它其实两个主要武将的面板数据都是偏低的 SP袁绍它在满级的时候 武力值只有169点 然后智力值稍好一点 有171点 然后有179的统帅和112的速度 光看它的面板数据 你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把它跟非常强悍的武将联系到一起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SP的朱骏 SP的朱骏 其实面板数据也不怎么样 它在满级的时候 武力值只有162点 智力值稍好一点 166点 统帅值呢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加强 有191点 然后呢 速度是66点 可以说啊 SP群攻啊 无论是SP的袁绍 还是SP的朱骏 他们两个人的面板数据都非常的差 跟这个武虎上将啊 或者是跟曹操啊 司马懿等人相比啊 他们的这个面板数据啊 真的是有档次的差距 但是没有人会否认SP群攻 它是一个T0级别的队伍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的控制特别特别的强 SP群攻啊 它最主要的核心呢 是举兽 而举兽 它的这个尖筒阵军自带战法呢 可以造成负面状态增加一回合 而这个负面状态呢 就包含我之前提到的震慑技穷等 这个控制类状态 也就是说原本震慑技穷一回合的战法 在举兽的配合之下呢 可以增加到两回合 当然了这个混乱和尾报是不生效的 也就是说什么呢 SP群攻啊 它是通过控制做到了 我可以揍你 但是你只能站在那里挨揍 这么一个情况 这样一来啊 通过控制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T0级别的队伍 所以说呢 大家在组队的时候啊 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我方这个面板数据不怎么样 那么你就可以考虑 我需要增加大量的控制战法 来保证我队伍的生存能力 降低对方的输出能力 同而实现这个我对你的疯狂压制 再比如啊 在这个S1赛季和S2赛季最常见的群攻 由这个袁绍朱俊 张润组成的队伍 张润的面板数据呢 就不是特别的好 在满级的情况下 白板的张润 只有158点的武力 113点的智力 150点的统帅和95点的速度 从他的这个面板上看得出来啊 张润其实是并不怎么强的 除了一个弓兵S还稍微值得称道之外呢 他的四维属性都不怎么样 但是当张润你携带这个 纵兵截略加白梅的时候 白梅可以提供12%的额外战法发动概率 这样的话呢 张润自带的洛凤 外加上纵兵截略 他同时可以提供技穷和震射两个控制 而且呢 发动概率还不低 他的控制能力是非常强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S1和S2赛季啊 袁绍朱俊张润这么一个队伍啊 非常非常的强力 综上所述呢 控制比较强的队伍啊 他的面板数据啊 可能会稍微差一些 但是凭借这个优秀的控场 他可以实现整体队伍的强度 得到质的飞跃 然后呢 你就可以通过 我可以输出 而你只能站在那里罚站 以这种情况来轻松的击败对手 可以说 在组队的过程当中啊 如果你没有办法通过竖直 对对方形成这个碾压性的优势 那么你一定要首先考虑 添加大量的控制 来解决对方 同时 很多你认为不是很强的队伍 在获得了大量控制的加成之后呢 他也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强 好的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谢谢大家 再见